母語音樂 就是要讓你知道說 你最後可能用了呼吸三分鐘 會剛好適時的意思 就是一階課 我就很清楚 你知不知道你教到什麼地方 這台課是多少 所有的教學設計都是教學規劃 就是你的教學藍圖 你到時候真的執行 當然會有誤差 但是你當你有規劃取法誤殺得乎其中 規劃得很好 你就算執行上有問題 出了一點差錯 你也可以得到中間的程度 這是你這個做得越好 我們這個教學活動會越有保障的原因 在這兒 這個就是整個大概 那你說老師那第二頁這些教學活動 你怎麼寫 我沒有辦法跟各位講很清楚 你們只能夠藉由你們教的哪單元 然後這個單元裡面本身的活動 把它補起來 通常一節課會有這三個 分成這三個大方向 引起活動通常大概五到十分鐘 不要超過 五分鐘內引起這個活動 你可能是一個故事 講一個具體實力 做一個簡單的操作 或者是複習 你都可以做引起動機的活動 主要的活動都在發展活動 通常發展活動裡面會再分兩個到三個 你主要發展的 在數學裡面就是兩到三個小段落 這個段落我想要叫交 交一題讓他們練習一題 再交一題再練習一題 你會進行第二個活動 這樣一個方式 最後綜合活動有點像是複習 也不要超過五分鐘 所以它的分配有可能是 例如說五、三十度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比例 那這個怎麼做 你們看到最後一頁 這八個的最後一頁 這裡其實有教各位 這個是就是我們國北他所公布的 正式的一個 你們可能因為我比較重要的把它放出來 所以你們看到是這邊 我想要讓它自大一點 所以你們沒看到後面這個 沒關係 最後就是這樣 例如說準備活動 你會有課前準備 然後老師準備什麼 寫成準備什麼 然後會往下 接下來會有一個引起動機 發展活動 所以你光看準備活動裡面 課前準備會寫到這裡來 例如說我今天要教這個東西 我會先準備什麼 例如說我準備一個PPT 我會準備很多的 例如說假設你遊戲 我會準備很多積木 我會準備固字條 那個海報 這些東西都是你可以先把寫在這裡 讓人家知道說我接下來 可能會用到這些東西 然後才開始你的引起動機活動 通常引起動機活動 都是一個前導致詞 各位同學好 昨天老師去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看見非常恐怖的事 你來幫我看看怎麼辦 但是我看到一個非常有趣的事 告訴我為什麼 那這個就是你開始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東西 來做一個引入 然後開始會有你的發展活動 你看看發展活動 連我們的都是用活動一 活動二的方式來做 這就是整個形式是這樣 這個我會給你們整個完整的檔 到時候如果你們要做交案 你直接把那空白填進去就好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或許你會覺得老師那個 我覺得好像沒有感覺 當然現在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你要等到大師真的寫教案 你才知道搞不好你整堂課 你這一節課你是最有感覺的 因為你就覺得最有幫助 或許 因為你們如果不是數學的 其實對於怎麼寫數學教案 其實不是很清楚 所以你們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 到底什麼叫形成性評量 我要怎麼寫 什麼叫做備注 我要把它寫在裡頭 什麼東西我要貼在備注裡面 那這邊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形成性評量 就是這裡請學生回答 這是一種形成性評量 我給你們的樣子那個例子裡頭 其實它做了很多不同形式的 形成性評量 你們拿到這個樣本 是我今天特別請我現在大師的學生 因為我覺得他這份教案寫得不錯 我特別請他說 你可以拿來給你們的權利沒用 他說好 今天他足以這樣才應給各位的 應給各位的 好 那接下來我要講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我們剛剛講是一節課的 來我先停一下 你們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其實大部分該講的都講了 我現在要講它的變形 教案的變形 那你要先對基本的有一點了解 你到目前為止如果有沒有什麼覺得很特性的 沒有 不可能會有 因為你們還沒開始寫 會沒有感覺 因為你們還記得嗎 我那時候有講過 當你們要做十分鐘教學的時候 接下來下下禮拜你們不是要開始要試教了嗎 你們試教的時候 每個人在試教前也要先準備一份教案 每個人教案不可能讓你們寫這種 你們才教十分鐘 你們這樣寫怎麼可能對不對 因為這十分鐘你們做什麼 你頂多把一個立體講完 你們就十分鐘 你們做一個小活動就十分鐘 老師我們要把這樣寫 還什麼引入發展 根本沒有 是的 這個是針對整節課 你如果是這個單位有四節課 你每一節課都要引入發展綜合 引入發展綜合 每一個都有 所以我才說四節課其實是把一節課 發展成整個單元 只是你單元這單元之間 彼此更有一個連續 因為整堂課在教某個單元的時候 什麼時候安排一二 什麼時候安排三 大多數你採用的版本都會幫你切好 所以你不用緊張 甚至於有些版本 他都把你們的教案的樣本先給各位 只是他們不一定按照這個方式來做 你們就把它修改成這樣的方式來做就好 現在的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我是要活動式的怎麼辦 就是你們看你們第三頁的表二 這個表二就是你們十分鐘要做的 十一張要填的教案 什麼叫活動式 我剛剛講 如果今天教學裡面 我想要做一個折子活動 這折子活動或者減子活動 我要按讚了我二十分鐘 我不想把它寫在裡面 我可不可以把這個特別寫出來 可以 你就要把原來的那個地方 譬如說在發展活動裡面寫 本活動請令見教案 你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來寫 因為你可能那個活動本身 你會給他一個名稱 那個名稱叫做折子活動 譬如說我在教對稱的時候 我想要做減子活動 教學前要準備什麼 我可能要準備設置 準備剪刀 準備安全剪刀 準備一些各式各樣的 來教學資源是什麼 你這個活動可能是來自於 某一個版本的書 或者是來自於網路上面給的 教室手冊 寫完之後 你可能就會填底下的這個 你這單元是決定哪個單元 你這活動名這是什麼 這版本在哪裡 就按照這樣填 然後呢 會有一個教學目標 你這個折子活動本身 就會有一個教學目標 理論上這個教學目標 就會對應到 你們剛剛第一章寫的那一個 具體的教學目標裡面 上面那個 我應該這麼寫 就對應到中間這一個 在哪裡 這一個 然後你這個會衍生具體的 所以你看那個活動的 就會變成這樣 你這裡就要寫原來中間那一個 這個呢 就要寫最右邊那一個 這樣喔 那你現在 你這個教學活動做了什麼 是對應到哪一個 這個都可以彈性的去拉 然後右邊呢 就會比較簡單 我一個評量 我怎麼做這個評量 他們有沒有檢會 有沒有在時間內完成 有沒有每個人都完成 有沒有什麼 然後會有什麼提示 或我們教學活動 可能就簡單的填這個 然後這個裡面 我一樣都會把它寫進來 13跟14你要注意到什麼的 請注意 所以所有那種學生專心聽講 我要巡視全部課堂 這種都不用寫 該做都可以不用寫 但是那種 我要做課簽巡視 我要各主去輔導 我發現很多不會 我要進行補充 進行再次教學 或者進行補救教學這件事 我建議這要寫下來 這要寫下來 這個其實是一個範例 教學活動的勢力 就是如果你以活動式來講 它就會長這樣 例如說我要教的是等值分數 我這個等值分數有一個活動 其實就是講故事活動 我要讓他們去看三五的成長故事 這是接下來我要講故事 我透過這個故事裡面 可能讓他們去討論 讓他們去分享 它是來自於筆記策 我用了什麼 我的教學目標是什麼 細項是什麼 這樣去做那個搭配 那你看我這裡的細項 這好像跟剛剛不太一樣 這比較舊的 沒關係 因為它這個地方用的是 分別細目根的例子調 做了這兩欄 然後它把原本的具體目標寫在這裡 寫完之後 它會才在底下 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你要把具體目標寫在這裡 你的教學在這裡 那活動就不一定有這幾個 你可以用剛剛那個方式來寫 但是你也可以用這個 不是說都不行 所以我講 這是一個混合的 你可以隨意的 是你的需求做調整的 它不是一個氣墊的 老師你不是活動式的 不需要寫這個嗎 為什麼這個又有 這個本來就是可以自由運用 自由運用 你該有的東西有了 你都具備了這些工具 自己這工具怎麼組 就靠你們 所以這是一個活動式的 可以知道嗎 所以我們課結式的 課結式有可能抽出一個活動式的 像你們接下來要做十分鐘的教案 是屬於活動式的 這樣可以理解 可以齁 可是我每次教學都要寫那麼多嗎 教學也是都要寫那麼多嗎 沒有 有時候那個老師隨時要給大家看 例如說舉例來講 你們今天教學參觀 我們全部要去看哪個老師在教 通常一個教案你寫起來 在經過討論 通常要搞不好一兩個禮拜 你今天臨時要去看哪個老師教學 他願意給你看就不錯了 我還給你這麼詳細的教案嗎 不會 所以他就會簡單的寫一個 檢案 所以檢案其實就是檢疫教案的意思 檢疫的教案 我們就把它叫做檢案 OK 所以我現在可以各提供一個 因為我們有整潔式的教案 有活動式的教案 整潔式的教案 跟活動式的教案 各有一個它的檢疫版 所以有時候 譬如說舉例來講 我讓你們教十分鐘 那時候我可不可以寫檢案 我如果講可以 你就可以寫檢案就好 檢案通常搞不好三十分鐘 一個小時你就寫完了 可以嗎齁 那如果整潔課的也有整潔課的檢案 那我接下來給你們看的這個 就是教學活動設計檢案 你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就是一節課的檢案 所以他只要把你稍微上面 稍微點一下 我要單元名稱教學目標 相應的指標是什麼 我評量方式怎麼弄 那你就可以簡單的把它寫下來 我前幾分鐘做什麼 這時候就不用寫得很詳細 寫到三四頁這樣 因為通常一個很好的教案 像你們剛剛看的教案 那是四頁 不是嗎 通常這個就一頁一頁半就解決了 那活動式的檢案呢 我就附在後面齁 活動式也有活動式的檢案 那就更簡單了 我把它整理 就是你在教學裡面 你其實要填一個這樣的一個單元就好 OK齁 那字比較小就你們可以看 就是以活動為主的教學檢案 可用於重要特別抽出來 或者是獨立撰寫的時候可以用 今天十分鐘 我就讓你寫一個檢案 今天如果你做什麼 我就讓你做一個檢案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教學的 我要提供給各位的 所以我今天給各位的是一個 整結式的 我應該怎麼寫哪些項目是什麼 我每講的部分請你們自己去閱讀 這個我講的跟閱讀的是同一件事情 然後假設你是活動式的 所以我先把它抽出來 所以你先去辨別 你到底要寫這個東西的目的是什麼 它可以混著用 那兩個各有它的簡易版 今天你拿到了 我會給你們電子檔 也會給你們兩種版本的空白檔 你們未來有需要 是不是可以直接填 這個不是只有數學可以用 你各式各樣的 你要英文科教學 你國語科教學 也是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因為國語科學做出來是一個統一感 只是你的中間的內容 的寫法可能會不同 你今天要教的是第一課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你這個課 本身我應該要做什麼單元 要做什麼 其實大致上 格式是一樣的 是裡面要怎麼調整 你們自己做好不好 那所以很簡單的 我今天先把教案的描述方式 先寫到這裡 你們一剛開始不懂 沒有關係 慢慢的會越來越懂 為什麼 因為你要實做才有感覺 你要叫學跟洗不一樣 對不對 你們現在只在學 你要得到東西要洗 所以找到適當的時間 好好地收它 吸收它 這個才有用 學二時洗之 你們才會鼓勵 各無福 謝謝大家 包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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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